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第321集 痛苦真相 那瘦子哈哈一笑 说道 呵呵呵 侯老弟 侯老头来了 还打不打赌呢 生瘤子的喃喃说 这四面 果然不怕死 这般鲜儿 但听得 铮铮铮几声响 铁杖基地 飞天蝙蝠柯震恶 走进殿来 昂然而立 柯震恶首约而来 这是桃花岛的 九花玉鹿丸 一共十二粒 美人三粒 柯震恶右手轻扬 一个小小的瓷瓶 向为首的秃头老者 志趣 多谢 那老者伸手接了 老夫的私事已了 特来领死 但见柯震恶白须飘飘 仰头站在殿中 自有一股淋淋之威 那生瘤子的说 师哥 他取来了九花玉鹿丸 治得好咱们身上的内伤隐厚 咱们跟他有没深仇大怨呢 就饶了他吧 好老头 常言道养虎为患 你这妇人之人 只怕要叫咱们死无葬身之地 他此刻虽微泄露 谁保得定他日后始终守口如饼 一起动手 四人应声乐起 将柯震恶围在何心 那光头老者哑声道 柯老头 三十余年之前 咱们同在此处 见到杨康惨死 想不到今日 你也走上他这条路子 这才真是报应不爽 那杨康认贼做父 卖国求荣 乃卑鄙无耻小人 我柯震恶堂堂难而无愧天地 你如何拿着奸贼 来跟我飞天蝙蝠相比 你难道还不知柯谋 可杀不可辱吗 四道临头 还冲英雄好害 四人同时出掌 往他的顶门击落 柯震恶自知 飞着四人敌手 持仗挺立 更不接招 只听得呼的一声 急风过去 跟着砰的一响 泥沉飞扬 四人都觉得 落掌之处情形不对 似乎并非积上了血肉之躯 那秃头老者 早已瞧得明白 但见柯震恶 已然不知去向 他原先站立之处 进而换上了 庙中的铁枪 王燕章的神像 这神像的脑袋 围着尽力刚猛的四掌 同时击中 灯石变成 泥粉木屑 那秃头老者 大惊之下 回过头来 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 满脸怒容 抓住柯震恶的后颈 将他高高举在半空 喝道 你凭什么辱骂我先父 你是谁 我是杨过 杨康是我爹爹 我幼小之时 你待我不错 却何以在背后 胡言毁报我过世的先人 古往今来的人物 有的流芳百世 有的遗臭万年 岂能塞得了世人悠悠之口 杨过见柯震恶毫不屈服 他更加愤怒 提起他的身子 重重地往地下一掷 你说我父皇 如何北比无耻了 那秃头老者 见杨过如此神功 在一瞬之间提人换神 自己静而不绝 亮来非他对手 轻轻一扯 连着其余三人的铁链 巧步往庙外走去 杨过身形略晃 拦在了门口 喝道 今日不说个明白 谁都不能活这里去 四人齐声大喝 各出一掌 合力向前推出 来得好 杨过左手也是一掌推出 这股强劲无伦的掌风 横压而至 四个人立足不定 向后便倒 咔啦啦一声响 都压在了神像之上 将神像撞得碎成了十多块 四人中第二个武功最弱 偏是他额头肉流 刚好撞正神像的胸口 立时昏晕 你四人是谁 何以这般奇形怪状地 连在一起 又何以与柯真恶在此相约回面 那秃头老者给杨过这一掌推得胸口色闷 五脏六腑似乎进阶倒转 盘膝坐着运了几口气 这才慢慢地说出一番话来 原来这秃头老者乃是沙通天 第二人生流子的是他的师弟 三头娇猴通海 第三个短小惊悍之人 是千手人徒彭连虎 最后一个高大和尚 是大手印灵智上人 三十余年之前 老顽童周伯通将这四人拿住 交给邱楚基王楚一等看守 监禁在中南山重阳宫中 要他们改过自新 这才释放 四人恶性难除 千方百计的设法脱逃 但每次军给追了回来 第三次脱逃之时 彭连虎猴通海 灵智上人这三个人 各自杀了几名看守的权真弟子 权真教的道人未成过恶 打折了他们一条腿 又损了三人的眼睛 只有沙通天未伤人命 双目得以保全 到的十六年前 蒙古武士火焚重阳宫 沙通天等终于在混乱中逃了出来 只因三人目盲 非沙通天指路不可 彭连虎等生怕他一人弃重独行 是以肩不肯除去全真道人 系在他们肩头的铁链 四个人连成一串 便是为此 杨过当年在重阳宫学艺为时甚赞 又不得师父和师兄们的欢心 从未被准许走进监禁四人之处 因此不识四人面目 更不知他们的来历 沙通天等逃出重阳宫之后 知道全真教的根本之地虽然被毁 但在江湖上仍是势力十分庞大 自己四人已然残废 无法与抗 于是潜下江南 隐居于荒僻的乡村之中 倒也太太平平地过了十六年 这一日四人在门外晒太阳 呼见柯震恶从村外小路经过 沙通天生怕他是为己而来 当即拦路结住 柯震恶的武功远不及死人 一动手就被制住了 询问之下才知道他另有要事 死人虽与他并无重大仇援 但恐他泄露了自己的行踪 便要将他打死 柯震恶当时言道 他须附加兴一行 势必之后自当回来灵死 四人若能容他多活数日 他愿取桃花岛的疗伤至宝 酒花玉露完为仇 四人伤退之后 每逢阴雨天 便自酸痛难熬 听柯震恶说能赠饮灵药 于是要他发下重誓 绝不吐露四人的行藏 一步相邀帮手前来助权 这才约定了日子 在王铁枪庙中重会 沙通天续避往事 说道 杨大侠 令尊在日 我们都是他府中上课 知道他老人家世事 我们丝毫没对不起他之处 望你念在昔日之情 放我们去吧 数十年前 沙通天 彭梁虎 诸人 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角色 纵然刀剑家警 辅跃临身 亦绝不肯丝毫示弱 但自被长期幽禁 断腿伤目之后 心灰气举 豪气尽消 竟向杨过哀哀求告起来 杨过哼了一声 并不理会 向柯震恶说 你刚才可是去见 成莹陆无双姐妹吗 确实为了何事 杨过呀杨过 你这小子好不小事 我怎么都不小事了 事到如今 我飞天蝙蝠早没把这条老命放在心上 便是在年轻力壮之时 可人恶及时又畏惧于人了 你武功再高 也只能下得到贪生踏死之辈 难道江南奇怪 是受人逼供的吗 杨过见他正气凛然 不自禁地起敬 可老公公 是我杨过的不是 这里向你歇过了 只因你言语中辱吉仙富 这才得罪 可老公公名阳四海 杨过自幼钦佩 从来不敢无礼 这才相聚人话 我听说你人品不错 又在襄阳立下大功 才当你是依靠人物 倘若与你父亲一般 便是跟我多说一句话 也算是侮辱了我 杨过胸间怒气又增 大声道 我爹爹到底做错了何事 你且说个明白 要知杨过所交由的人中 知悉他父亲杨康往事的 原意不少 只是谁都不愿直言其短 触犯了他 便逢杨过问起 也只简些不相干的事说说 柯震恶自来极恶如仇 生性耿直异常 哪里会杨过是否见怪 当下就将杨康和郭靖的事迹 原原本本的说了 又说到杨康和欧阳峰 如何害死江南七怪中的五怪 如何在这铁枪庙中掌机黄荣 终于自取其死 最后说道 当晚经过 这几个都是亲眼目睹 杀通天蓬莲火 你两个且说说 可老头这方话中 可有一句虚言 六人在殿中击毁神像 大声说话 惊起了高塔上数百只乌鸦 盘旋通济 哑哑而鸣 唉 那一天晚上 也是有这许多乌鸦 我手上给杨公子抓了一把 若不是彭兄弟见机得快 将我这手臂斩去 怎能活到今日 可老头那话呀 虽然大致不错 但杨大侠的令尊当年 李贤下士 人品是十分 十分英俊潇洒的 杨过抱头在地 悲愤难言 想不到自己生身之父 竟是如此坚恶 自己鸣记再想 也难洗生父之羞 神殿上六人 君子不作异声 唯听得乌鸦 鸣声不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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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